來 那知機率分配 機率分配 機率分配 來 那麼請大家注意一下喔 我們在第四章的4.2節 我們談到了 隨機變數的機率分配 但是我們到第五章還會再談機率分配 來 那麼我們第四章的機率分配 跟第五章的機率分配 差別在哪邊 差別在於 來 同學注意一下喔 我們在這邊所談到的機率分配 它是屬於general 是什麼 是通用的 我們不翻譯成一般啦 我們是探討的是通用的 也就是說只要你是離散型的機率分配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 這樣的一個機率分配的模式 只要是離散型的都通用 都是通用 那我們到了第五章 談到離散型的機率分配 機率分配 喔 它就叫做specific 它叫做specific 它叫做特定的 可以喔 它是特定的 也就是說 譬如講 二項分配跟幾何分配 它們所產生的那個分配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條件不一樣 我的機率分配的形態就會不一樣 但是我都是屬於離散型 可以喔 但是我們在這邊所談到的機率分配都是general 都是通用的 第五章所談到的都是specific 它是特定的 可以喔 它是特定的 所以你在談特定之前一定要先談通用 可以喔 好 一定要先談通用 所以首先我們先看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喔 第一個 單一變數 喔 我們先談離散型 來 第一個 我們先談離散型的機率 好 機率 來 同意注意一下喔 離散型我們會稱它叫做機率值量函數 好 值量函數 好 叫做機率 好 機率值量函數 所以離散型的 好 我們機率分配的函數 我們會稱它叫做機率值量函數 來 它的英文 好 叫做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所以我們會把機率值量函數 我們會簡稱它叫做 叫做PMF 可以喔 叫PMF 所以只要你看到喔 隨機變數 X 它的PMF 它指的就是離散型的機率分配的函數 好 機率分配的函數 可以喔 所以它用的是質量喔 好 用的是質量 那待會兒我們介紹的連續型 它不叫做質量 它叫做密度 可以喔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好 我們再來看 所以 來 我們對於離散型的PDF 我們正式下一個定義 來 我們假設 好 假設 來 好 假設 X 為 好 一 隨機變數 好 來 我們X 為一個 隨機變數 好 隨機變數 我們寫說一個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好 唯一 禮散型之隨機變數 好 來 那麼若存在 好 若存在 好 一個函數 好 一個函數 因為我們稱它叫做 好 叫做 機率質量函數嘛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一個機率分配 它就是一個函數的形式 那麼我們知道函數的形式就是 FX等於 X的平方就是 這就是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 一個函數 那麼我們的機率質量函數 會跟這種函數 它會是一樣的 可以喔 它是會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函數一定裡面會有一個未知的變數 它才叫做函數 那這函數值會隨著你帶入不同的X的可能值 它的函數值也會跟著是不一樣 跟著是不一樣 看到 所以如果存在一個函數 來 我們會把它寫成這樣子喔 叫做L 斧 來 託你注意喔 來 我們會把隨機變數 S大寫喔 寫在這個函數的最底下 下標 括號 來 那麼括號5 這地方叫X 這叫可能值 所以 來 這個X 就是隨機變數 對不對 來 這個X X 就是隨機變數的可能值 來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函數 稱它叫做 機率質量函數 你好 你也可以把它表達成 來 發生的機率 probability 對不對 我的隨機變數 X等於它的可能值小X的機率是多少 機率是多少 OK喔 來 那這個 這個函數 它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喔 它要滿足兩個條件 那滿足這兩個條件 由我們上個禮拜所介紹到的 好像是上個禮拜吧 好像是啦 我們不是在談機率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機率的公理體系 有沒有印象 它叫機率的公理體系 來 請同學往前翻 來 翻到第幾頁 請同學翻到 我們課本的 我們課本的三至 不對 三至五頁 對不對 我們的機率的基本定義有所謂的 古典的先天派 對不對 以及後天派 主官派 對不對 來 那這些呢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做 比較完整的描述 最後我們定義了 三至六頁的第四個 叫公理體系的機率 所以我們在這地方的 我們在這地方的機率的質量函數 我們是依據前面的機率的公理 公理 體系來定義 所以你一定要滿足兩個條件 來 第一個條件 我們的F 隨機變數是X 它的可能值是小X 來 這個機率 它要介於零跟一之間 這個我們在機率公理體系 我們有定義這個東西 機率一定介於零跟一之間 這是第一個條件 所以來 我任何的可能值來 可能值我們都是屬於時數 對於任何的 我們的可能值來 都是時數 都是時數 來 那第二個條件 來 那sumition 因為它是離散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地方 X 從負無窮大加到無窮大的 這一個 這一個機率的質量函數 我們的機率總和 一定要等於1 為什麼 因為 你把整個Omega空間 裡面的所有的樣本品 全部加總起來 全部加總起來 它的機率總和要等於1 它的機率總和要等於1 所以我們折稱 折 我們會稱 來 F 隨機變數 X 它的可能值是X 來 這個為離散型 它為隨機變數 為隨機變數 我們就直接寫Random Fliable 它為隨機變數 它的機率質量函數 叫機率質量函數 機率的質量函數 激力的質量函數 來 叫做P M F 叫P M F 所以只要你看到P M F 離散型 可以好 離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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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緊接著我們就來看幾個題目 那這幾個題目自在 我們考試也蠻常考的 也蠻常考的 來 我們看一下 立體 4-3 立體 4-3 它叫你找出 效率函數的適當的K值 所以它叫你找出 適當的K值 來 那麼十每一個函數 好 十每一個函數 好 每一個函數 來 都可以成為 好 成為 好 適當的 好 適當的 來 同位注意一下 我這個地方K錯字了 機率質量函數 我這邊把它K成密度不對 請同學把它改一下 這叫做機率的質量函數 我這邊K錯了 請同學把它改一下 機率質量函數 叫做P M F 所以它給我們的這一個 P M F 哦 長得這樣子哦 叫做F 隨機變數 X 它的可能值 叫小X 來 它會等於 K去除上 除上 4X加2 我們的X的可能值哦 我們這X用可能值 來 X它的可能值 有可能會是 012 K號 012 所以隨機變數 跟可能值一定要分清楚哦 K號 好 分清楚 而且符號上啊 一個是大寫 一個是小寫 一定要 你一定 這符號一定要寫對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來做這一題 怎麼來做這一題 來 那麼我們回到剛才 我們有離散型的P M F 對不對 假設它是一個離散型的隨機變數 它一定要滿足我們的這個函數 要介於0跟1之間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呢 你把所有的Omega空間 它的樣本點 通加起來 這一值總合要等於1 要等於1 看到 所以因此我們在找這種K值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這樣找哦 滿足1跟2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會先測它 再後測它哦 可以好 所以我們會先2再後1 可以好 先2再後1 所以 來 我們看一下哦 如果它是一個P M F 所以Sumation Sumation 我們的可能值 你要從0 加上 加到2 我的F 隨機變數 X 可能值 X 來 它會等於 Sumation Sumation 來 可能值X 等於0 到2 的F F X 把它帶進來 這可能值是X 來 X 所以我們現在在黑板上 所寫的黃色粉比 我從現在開始 一律都定義成隨機變數 一律都定義成隨機變數 用紅色的變數 我們一律定義成隨機變數的可能值 你就直接把它丟下來 所以它能以多少 K是X加2 對不對 它是不是要等於1 K號 所以 我們對於這個K值 K值對於Sumation 來講是常數值 所以這常數值可以拉到外面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K乘上Sumation Sumation K乘上 我們就把這Sumation拆開來 X帶0進去 X帶0進去 1分之1 對不對 X帶1進去 多少 414 1分之1 X帶 我們帶01 X帶2 428 8加2 10分之1 等於1 它等於1 K號 所以我們全部加起來 這個地方會是多少 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邊全部加起來 它會是多少 它會是30分之23 30分之23K等於1 所以K等於23分之30 請讓你注意一下 這種題目你不能做到這個地方 就直接說K等於23分之30 為什麼 因為我們滿足的條件 我們有1跟2 1是先用它來算K 算完了以後 你要把剛才的第一個條件 拿來檢測 它的機率有沒有介於0跟1之間 有沒有介於0跟1之間 所以來 我們且將 K等於23分之30 來 我們把它代入 我們的機率 質量函數 F X 關號 可能值 X 來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得到 來 我們的F 隨機變數是X 可能值 是小X 它就會等於 等於 我們4X 加2 分之K 23分之30 20 23分之30 可以好 來 那我們可以發現 你淡進去以後 我這個值是不是很大於等於0 可以好 很大於等於0 來 那對於所有的可能值 都是時數 都是時數 可以好 所以 它全部都等於0 表示這個P NF K帶23分之30 它是滿足的 各位好 它的機率會介於0跟1之間 0跟1之間 所以 固當 固 當 K等於23分之30 的時候 對不對 來 來 那F 隨機變數X 來 它的可能值 小X 來 那麼 軌 隨機變數 X 它的 PNF 它的機率 質量函數 所以記住喔 用2算 用1去做檢測 可以好 所以這題目來 來 我們有一個 注意思想喔 我們會用2計算 用1檢測 檢測 就是我們剛才 我們在課本4至5 4至3頁 我們在黑板上所寫的 對不對 它要滿足 滿足第一個條件 這個機率 質量函數 它要基於 裡跟1之間 對不對 第二個是 把 離線型的機率 樣本空間 Omega 所有的樣本點 都能加起來 機率總的 要等於1 可以好 要等於1 所以我會用2去算 用1去做檢測 可以好 OK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 一個技巧